我覺得她這種不信任是對我這幾年讀的所有出一個推翻 我覺得有點失望,而且有點生氣 但是是沒辦法,我們也不能做什麼 我真的去認真是付出 但是生命這個東西不是說你付出了,作為回報的 很多人會覺得很難不死 看到女生的裸體之類的,就覺得會有點澀澀感 但是對我們來說沒有很大趣 我叫吳建全,我來自香港,我是一名一名私信護士 畢業的時候填大學志願 我就想到底哪個職業往上發展比較好了 感覺好像男護士這個行業,不是很普及,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 我剛開始選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外婆跟我媽媽是很反對這個 他們覺得男生當這個沒有處死 但是我爸爸,他只跟我講了一句話就是 你覺得這份工作人員養活你嗎? 對的話,你就去吧 我就堅持我這個自己的想法之後,選這個行業 我想用實際行動去方便,而不是說口號 我第一次去幫忙接生的時候,是在手術台上面的 當他真的把小孩生上來了 我幫他臉上掐血那一刻 我真的說不出了感覺 感覺,原來我這幾天學的東西終於用得上了 就是我真的能幫得上別人 我當他看到那小孩第一眼,第一眼哭的時候 我真的好感動 真的,就完全沒有過這種感覺 是生命誕生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這個工作很有意義 有時候心理壓力會很大 男護士在這個行業上面 他是很被人去關注了 每一個舉動都會成為別人說話的點 你要做得很好,才會被別人認同你 做完手術多久了? 十幾天啊 那現在那個傷口,還疼不疼啊? 不疼 不疼啊? 姐姐好還是哥哥好? 姐姐好 為什麼姐姐好? 就在臨床上面 很多女病人會對男護士有點誤解 比方說有一次 幫一個女病人去做一個經驗廚房 要解開衣服 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很多人會覺得 男護士啊 看到女生的裸體之類的 就覺得會有點澀澀的感覺 但是對我們來說 沒有很大距 我們並沒有用男女之身的眼光去看待每一個患者 他們都是平等 他們都會統一 這是我們的工作 這是我們的捐業性去做的 在擠出外科的時候 他們很多小孩擠出側彎 會做電影 電影就是 在頭上打四個洞 很多啞鈴把它 這個拎起來 擠出拉子 某人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們沒有說就放棄他們治療 他們很希望能像正常一樣 他們走路跟我們聊天 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這份工作 見過太多生死了 就已經麻木了 但是 很多不是這樣的 生命 他真的是一個生命 他很寶貴的 到這個患者過生之後 很難去平復他們家屬的心情 他們都是圍著去 想抱他最後一面 就是很不忍心把他們趕出去 但是你知道 你要保持你的捐業性 家屬的心情跟你 工作的方法 兩者之間很矛盾 到底你要怎麼取得平衡呢 每一頭生命 我們都想把它真的長久回來 威力好 這邊是11植树外科病區 我們尊重每一個生病 無論它是重病 輕病 跟已經是癌症那種絕症 還疼嗎 不疼 那還好 大家都需要了解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有你們的尊重 才會做得更安心一點 才會吸引更多人去做這個行業 這份工作 他很缺人才 他需要更多人去服務這個社會